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产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按赞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股资讯 欢迎收看股市1.0 我是曾伟台北股市 今天持续在2万关卡前震荡 最后一笔吉拉翻红 收涨9点收在19937点 成长量4739亿元 肩盘是如何分析项位 你要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永城国际投顾的许玲林分析师 林林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南边上的观察 现在请到玲林老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今天台股又再次的大怒神 而且今天台股一开盘 先急杀 急错了150点 我不晓得你站在哪一方 但是我今天是积极做多 尤其在今天早盘的一开始 当指数急跌 重挫白点的同时 我是带领我们的家人 买在对的点位 然而当你掌握住盘式的脉动之后 今天的行情低开走高 形成了一个深V的反转 收红上涨 而这样的收红上涨 它代表什么样的讯号 而我昨天才告诉大家 1.2它不会一次过 1.2如果要过的话 它必须要有三部曲 所以我今天要升级版 要来upgrade 我认为这一波的指数 我们先来看2万2千点 而2万2千点要如何站上 要如何站稳 而现阶段还没来到2万关卡的时候 2万2千点的三部曲 该如何掌握独家揭密给大家 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我们除了指数的转折 能够帮大家事先掌握之外 更重要的是 如果指数站上了2万2千点之后 送分题是谁 所以1.0要带大家掌握住 接下来盘面急跌急杀的 错杀的好的股票 那分别在于呢 今天的一个重点的个股 为什么华晨 今天又再度的亮灯攻上涨停板 法人的一个目标价 又再度的上调 而且上看到850块 而华晨到底有没有机会 形成千金股的代表股之一 等一下1.0告诉大家 那还有呢 ETF之乱 哇 00940 有一句话叫做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在00940上面就可以发现了讯号 然而除了ETF之外 金融个股也是高值率的首选 所以今天的一个金融个股的 一个台气盈 今天形成了一个亮灯攻上涨停板 而除了台气盈之外 还有什么什么个股 尤其是金融个股具备着高值力度 概念股 一点也帮大家提前掌握 甚至呢 哇 跌得够深 跌得够猛 跌得够凶的 IP系制裁股王 视频可以弯 今天呢 打到了相近呢 月线的应该是说半年线附近 形成了一个指纹的讯号 而且盘中形成了一个亮灯 攻上涨停板的一个效应 而关于这个IP系制裁的一个 股王回神之够 你要知道谁能够被带动 所以今天两万两千二的三部曲 如何掌握住胜分题 请你一定要看今天的节目咯 好的 那还没有订阅 按赞 分享 甚至加入一点零 唯一的官方认证的账号的好朋友们 小老鼠OK一七八八 小老鼠OK一七八八 一切的操作策略 都可以跟一点零私讯的来去做交流 然后呢 在今天关盘一点零的脉动里面 所以要告诉大家IP系制裁 开始形成的反攻 尤其是新KY 亮灯攻上涨停板 尤其支援的回神之外 那你要知道的是 第一位的IP设计个股 谁最有接棒的机会 而散热的个股呢 我相信前阵子 你在看一点的节目 或者是你比较其他的老师 你可以发现到 一点零跟大家讲的散热的指标股 只有一档 那叫做双喉 那为什么今天的奇孔 打到了谍停板 很多的老师都跟你讲 双喉创高不能追 但是奇孔你有落后补涨的机会 这个叫做选股大不投 尤其在散热这样子的产业当中 那为什么双喉今天 一度的开低走高 还要翻红上涨 而奇孔却是打到了跌停 为什么 我等一下来告诉大家 而高股息殖利率ETF00940之乱 会不会转向了金融个股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不为人知的选股秘诀 尤其是高殖利率股的秘密 所以我们既有这一波帮大家 掌握到的新日新 三天三自的涨停板 双喉创高之购 Z档巍巍大中华 我告诉大家 今天小小涨 但是我认为 现阶段还是起涨的区间 尤其大户主力 还没吃够的同时 短线上涨的不度 将近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润 跟上1.0Z档 刚刚起涨的标的 好的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今天是礼拜四 礼拜四要干嘛 礼拜四有 十战零距离 下次应该拿一个大升工 礼拜四很重要 因为1.0 每一天25分钟的节目时间 真的不够1.0 因为我好多话 好多心里面的敲销话 好多至剩的操作口诀 要告诉大家 而且现阶段 真的要抢前比速度 为什么 今天的十战零距离当中 会跟大家分享什么 尤其月底快到 今天是3月14号 再过两周之后 就要迈入3月底了 月底的重头戏在哪里 是在集团跟法人作帐 那法人到底会做谁 到底会结谁 到底谁是向下被结帐 到底谁是向上被作帐的 来 在今天的十战零距离里面 我会独家的交战 还有高股息殖利率当中 热潮转向了金融股 我要告诉大家 不为人知的Mega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好朋友们 今天一定要看1.0 每周四的十战零距离 那还没有订阅按赞 分享的好朋友们 记得帮1.0订阅按赞 分享起来 好的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今天的大盘 从大盘1.0的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指数又大怒神了 哇 这个大怒神 你承受得了吗 那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以贵买的角度 今天是下跌缩量 所以贵买强力的防守位 是在3月8号的低点 249 245.95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但是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就是电子股资金的比重盘中 没听错 盘中一度的来到了将近58% 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今天的非电的资金 它形成了主角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今天的重店也好 今天的金融也好 都形成了一个盘面的要角 但是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你今天才去追重店的好朋友们 我认为今天不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那如果你今天才跟我讲说 你要在这个位置点 才存金融股的好朋友们 我也不认为这个位置点是好的买点 因为好的买点一定是在 别人不敢买的地方 别人没有关注他的地方 而不是全市场都在跟你讲说 重店很好 金融很好的时候 才去做一个买进布局的策略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其实我昨天语重心长 告诉大家 我们如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看世界 尤其是站在主力大户的思维看世界 看台股的未来的眼镜 我不希望大家每一天拘泥在一两天的行情 你一两天的行情你见数不见零 你必须要看到未来的台股在哪里 所以我昨天呢 虽然昨天老实说 昨天的这个大多数的散户朋友悲观的气氛是很重的 因为昨天中小型股票杀无色啊 而且叫做无差别的下杀 但是我从主力大户的思维 我从巨人的肩膀上面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尤其巴菲特巴菲特的名言大家都知道 巴菲特的名言就是在别人恐惧的时候 你要贪婪 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要恐惧 就像这一波的00940 我问大家 大家是恐惧还是贪婪啊 超贪婪的啦 是不是 是不是超贪婪的 对不对 而且呢 升购到呢 哇 有两大至少两大券商银行都停止申购了 这个叫做插鞋头理论 真的过热了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多ETF的个股 无论是新浦也好 然后呢 前一波涨的汉唐也好 甚至大连大也好 打到跌停板 为什么 因为主力大户也看得懂这些呢 这些ETF的名单 他早就进去嘛 我之前是不是有告诉大家 人多的地方你千万不要去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昨天我还特别问大家 昨天行情大杀 而且开高走低的时候 我问你 你是恐惧还是贪婪 你知道吗 大多数的投资朋友告诉1.0 说1.0我昨天心情很不好 我好不开心哦 因为我的股票拉回来 重挫我还在套牢 那代表大多数昨天的行情 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看到自己手中持股大跌 当然会不好 当然会恐惧嘛 所以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当然会感觉到2万关卡 它就是一个压力 那个是短线 我要告诉大家 是以台积电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挑战千元真的不是梦 为什么这么说 以台积电的EPS来看的话 今年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它至少能够来到了38块钱 明年能够来到45块钱 而且这个EPS还能够上调 所以台积电挑战千元不是梦之外 更重要是台积电如何在波段的位置点 来去做一个低阶布局 不是做短线哦 如果你要做台积电短线的人 我劝你少做台积电 如果你喜欢长线来去做布局台积电 你喜欢稳稳的富贵稳中求的人 我认为台积电拉回来是一个买点 但是不是现在好不好 那我也特别呢 昨天也特别告诉大家 其实台积电是我们的祸果神山 你要去想想看下一个造美元的俱乐部是谁 你知道吗 全球市值最大的微软已经超越苹果了 再来第三名是挥打 那你认为接下来是谁 会变成造美元的俱乐部 有人猜波克夏 还有人猜李来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指明 我们的互果神山台积电了 那你要去想哦 如果台积电未来哪一天 它能够市值来到了上兆美元的同时 你觉得台股会只有两万吗 不止两万 所以我昨天才告诉大家 两万它未来会成为地板 来很多的老师 我昨天看到一窝蜂的老师 真的是一窝蜂的老师 昨天跟你讲什么 两万会是压力 所以很多的老师在两万关卡附近去卖股票 手中持有好多的现金 我有卖股票没有错 但是实际上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 你手中持有很多的现金 代表是这一波的行情 你将会看错 而且做错了一些股票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是以台积电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指数两万是迟早的事情 而且两万站稳之够 即将不久会挑战两万二 我不是跟大家信口开合 两万二的三部曲 独家泄露 两万二的三部曲 你想不想知道 而且两万二的三部曲 我还要告诉你什么样子掌握送分题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两万它不会一次过 但是它会反反复复的过 它一定会过 而且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量能会越放越大 这是第一个关键讯号 第二个关键讯号 你可以发现到是 最近都是在拉大型股 包含前一阵子的台积电 大家说拉基盘 再来前天昨天的拉红海 今天的红海也是逆势的搜红 再来最后一步就是拉中小型 老实说 现在都还没有来到拉中小型的结果 你认为在主力大户的思维里面 它会怎么做 它当然在昨天急杀 今天大跌的过程当中 去低接好的股票 所以我今天 来我跟大家讲 今天我在指数急杀的过程里面 我站在买方的布局 我是站在买方的布局 我们的领龄家族的家人 都可以帮1.0来去做见证 因为我认为 现在的指数 你不要看指数 因为这个指数是你 从来没看过的位阶 我要开阔你的新视野 我要告诉大家 2万它即将成为地板之外 2万2的三部局 我也提前来告诉大家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巴菲特 他所擅长的名言 就是反市场的操作 那巴菲特是我的老师 我也向巴菲特来去做学习 那昨天我也发现到一个现象 我昨天有发现到 我昨天加1.0赖的人 跟以往来比的话 是真的少很多 跟昨天正式加入1.0行列的 领龄家族的家人 也是明显的少很多 但是我认为是好事 是好事情 那你会说1.0为什么是好事情 因为代表大多数的人 都感觉到很恐惧 很害怕 2万关卡他一定过不了 我要告诉大家是 我没有把行情看得这么仔细的 当你的老师在害怕 2万关卡是压力的时候 我要告诉大家 2万关卡即将形成地板 我不是昨天这样说而已 我今天还是这样说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当你今天看到我的节目 代表茫茫人海当中 你跟我是有缘的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持股问题 你有深深套牢的问题 欢迎你在我的light当中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告诉我你的问题在哪里 让我能够伸出手来帮助大家 那当然大多数的老师 跟你讲2万有压的同时 那个是短线 我认为2万的关卡 在反复震荡整理之后 它一定会站上 而紧接着2万形成的地板之后 你要跟着1.0 凡是在急杀急跌的过程当中 去找寻好的股票 第一阶的机会 不要再把股票砍在地板上面了 我说的够不够清楚 我讲的够不够明白 所以我才会说 现阶段你是贪婪还是恐惧 决定你未来的财富的高度 假设你告诉1.0说 1.0我现在好恐惧 我要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反着自己的心理来做 因为唯有大多数的人 在恐惧的时候 我们要拿出我们绝对的贪婪 你才能够成为市场上面的少数赢家 对吗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是 当你看到了今天的华晨亮灯 攻上掌停板的时候 别忘了 1.0每周日都会录制一集 叫做产业1.0 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1.0 精心入制的产业1.0的话 你一定要回过头去 去年的12月3号 我说台电的强韧电网的大商机 政策加持的重电国家队喔 重电国家队要选谁 我当时候就特别讲到重电的 华晨跟中兴电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你还没有订阅按赞分享1.0的股市 1.0许玉玲YouTube频道的好朋友们 记得拿起手机订阅按赞分享 那当然华晨在我们之前 拉回来去做布局之后 在今天形成的亮灯工上掌停板 但是亮灯工上掌停板 不是短线的人要去切入的点 而是要去留意到 中兴电光今年的新增标案 已经来到了破亿美元了 它去年有一个诉讼 让它股价打回了一个原型 当然这样子打回原型 也让很多的投资朋友有低接布局的机会 反而你不敢接 我带领我们的家人来去做布局 掌握到中兴电百元以下的好买点 那你可以发现到这一波的中兴电 我认为接下来 它会接棒所谓的华晨的一个起涨的效益 所以我告诉大家是 当你看到了华晨 今天亮灯工上掌停板的时候 你要去想 美国市场的商机真的很大 所以法人在上调华晨的目标价来到850是有机可循的 而华晨如果向上比较的话 那很多的重电个股拉回来它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今天帮大家准备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 尤其重电的个股 千张大户的持股 我帮大家准备出了 除了市电跟华晨之外 你知道谁是你的候选名单 如果想要知道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一点的Lit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我会放在Lite的首页 那当然10分钟如何搞懂散热的大商机 我当时候就讲了谁 我当时候就讲了双红 而且我是在250块钱的时候 跟大家做一个超级PK 超级比一比 当时候的建策还在500多块 当时候的双红250 不到它的股价的一半 但我认为双红它是未来的散热的一个趋势 我有没有看到未来的趋势 我有没有领先看到你看不到的未来 这个就是1.0选股的实力 那你要知道是为什么 同样都是散热的 齐红的试散率也很高 你那老师都说要去选齐红 但是我说我要去选双红 为什么 因为双红是真正有打入到液冷散热 而且这个液冷散热还能够用在车用 但是我还是说了 因为双红短线的涨幅真的过大 我不建议大家在这里乱追乱买 可以吗 那如果真的要买的好朋友们 回摄到这个位置点才能够买 那这个位置点在哪里 我会放在Lite的首页 而今天的齐红叫做1点高盘空方量 尤其来到677块钱附近 形成主力大户站在获利的卖方 而齐红短线直吻的关键要看什么 你不知道的好朋友们 记得这份马赛克的一个关键名单 我会放在Lite的首页 小老鼠OK1788 那当然重店里面的一个华城 试店甚至双红齐红 操作的区间是如何 我也会放在Lite的首页 小老鼠OK1788 那跟上1.0盘中的指令 我不会死多头 我也不会死空头 我会帮我们的家人 创造出最好的利润 就如同我昨天才告诉大家 圆三是1点高盘 可以放在口袋当中 今天的圆三就形成了一个大跌 那当然除了这样子之外 你可以发现到光盛 我当时候在2月23号 光盛161.5 创高的时候 我还特别在我的节目 无论是在我的节目 或者是在东森盘中连线 我都告诉大家 可以站在卖房了 所以今天的光盛 就直接打到了谍听板 光这一个半月的时间 已经重挫了将近20%以上了 所以这个叫做会买的是土地 会卖的是师傅 包含我昨天告诉大家的红准 不要追咯 因为红准有人站在卖房 今天的红准形成了大跌 打到跌听板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时间有限 我讲不完的地方 我会放在实战零距离 就像世新KY 世新KY我在季线向方 在1700块钱附近 告诉你它是一个好买点 而如今的一个世新KY 来到了半年线附近 形成了一个友称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等到世新KY的一个走势 它通常都会这样子走 会像这样子走 上去之后再回撤另外一次脚 然后再上去 所以紧接着世新KY的走势 会像这样子 所以它还要再做一个打底的讯号 所以只要世新KY IP的指标股 能够打出一个漂亮的底型之后 我要告诉大家 智源跟安国 短转强的关键在哪里 尤其是安国 反攻的讯号要怎么看 我会放在Lider的首页 那当然通家呢 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偏多来去做操作 甚至00940之乱 我要告诉大家 人多的地方真的不要去 当多数人跟你讲说 00940很好的时候 反而你要戒胜恐惧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就像今天的新普 来到了前高 来到了556形成的一点高盘 所以后续要特别去关注到月线 月线的防守才是转折的位置 那台积营的部分呢 资金是不是转向了金融个股 我今天没有时间 但是这一份资料 我会在实战零距离上面揭露 我不会放到我的Lider 所以今天的实战零距离 会告诉大家 金融股如何选择 金融股如何进退有据 所以像是折叠手机的部分呢 富士达我们也掌握到 最好的一个买点 甚至照例新智新的一个部分 像是双红 我们形成的一个创高的走势 问问自己 现在是恐惧还是贪婪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的生活是你过去的选择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会决定你未来的生活 而这一档 刚刚起涨6XXX的股票 短线上涨的幅度 将近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润 更重要是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开始 这一档标的刚刚起涨而已 赶快打电话进来 前五名打电话进来的好朋友 带着你提供卡位 带着你预约申计 广告中的电话 请你即刻播电话进来了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教玉玲老师 欢迎回到股息点灵 再把时间交给玉玲 亲爱的好朋友们 在今天东洋创高之后 你要去发掘到 谁是接下来的明星黑马股 那当然东洋是因为 毛利率跟营业利率 创高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股价的拉升 但是接下来要特别去留意到 第一基期的车用电子股 拉回来就是要偏多 来去做布局 股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那当然台药的部分 800G Switch的材料 已经顺利认证了 所以回到平台区间 应该要逢低偏多 来去做操作 而今天的实战零距离当中 要告诉大家高股息 ETF的乐潮转向金融股 告诉你金融股当中 不为人知的美感 而且这一份资料 我只会在实战零距离上面分享 所以记得订阅按赞 分享一点的股市 一点你许一零YouTube频道 既新日新 我们三天三次的涨停板 以及双红的创高之够 来问问自己是恐惧还是贪婪 如果你现在很恐惧 而且满手套牢的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操作 记得加入一点的Lite 小老鼠OK一切八八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而且这一档 刚刚要起涨 要起喷的六叉叉的股票 短线上的服务 将近有三成至五成的利问 更重要是现在的生活 是你过去的选择 而今天你打这通电话进来 将会决定你未来的大财富 这一档六叉叉的股票 还没有开始起涨 打电话进来 一点名带你期间卡位 带你预约登记 而且前五名打电话进来的 好朋友们 带着你掌握起涨的位置点 请观众朋友 本公众所推介分析的 特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到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企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按赞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股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